在我的照片里面好多地看到这个电话 包括路透社 路透社租的都是通过我找新华社租的电话 都是这个电话 爱立信 现在这个爱立信好像都没有 这是尼康相机造的顶级的相机 它不是普通的F3 它是F3P 还不是HP HP是高点取景器 就这一块 它是P 我那举例为什么P呢 一个就是这个 速度盘变高了 你看 基础窗是圆的 普通的F3不是圆的 这是圆的 这个提高了 这我不打开了 因为灰尘就进去了 这是我在以色列用的 所以我这后边是个沙米尔 如果一旦被抓了 它马上就要开盖啊 一开盖一看 沙米尔 沙米尔 我就能逃脱 真是在那 这个镜头呢 我不记得是几十美元买的 很便宜 但是很靠的一个镜头 尼康135R 还贴着一个AP AC是Associate Price 是美联社 肯定是伊拉克共同卫队 没收或抢的美联社的 后来便宜卖给我了 135R 这是一个我特喜欢的机型 这是越战出名的 尼康F2 这镜头1.2了 我忘了我是80美元买的 还是100美元买的 现在要跟人说 但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20美元 这相机 我说的这相机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画册 你就马上知道这相机的珍贵了 这相机是 尼康相机是什么时候出名的呢 朝鲜认证跟越南认证 还有一种说法 卡帕斯的时候 手里拿的其实是尼康 为什么 打仗的时候 谁也不舍得把那个 最好的照相机 给拿到那儿使去 这就是一个尼康F2 子弹打在后背上 五棱镜给打飞了 这本书叫什么书呢 叫安魂曲 安魂曲跟别的书不一样 废业成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死人 这本书是 都是打死的人出的一本书 一上来 是吧 澳大利亚的 奥地利的 英国的 柬埔寨的 法国的 日本的 新加坡的 越南的 全是死人 背后还说 越南的 越南最多 因为这本书是讲越南战争的 越战的时候最出名的相机 就是尼康F2 就刚晚说的那个 这本书的封面 是一个头盔 一支步枪 这本书叫安魂曲 by the photographer who died in Vietnam and in China 都是在 越南和印度之大 死的那些人 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没活人 书的封底上 就是一个尼康F2的后背 这全是这些书 给别人看 别人都说 这他妈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每一本书 我都能想起 我到哪儿得来的 比如这本 以色列陆军 这都是我打仗的时候 还有我的 当时的简报 是吧 为了把 以色列的各种枪的 那个型号和特征记住 一直想写 但我现在我学不好 以前白雪球 雪小板不好 现在红雪球也不好 所以我就坐不长 我也看不清 原来准备把张家健 弄成替我编试书的人 张家健留学美国了 我一直想找一个英语 好又会弄弄着 这伊拉克的书 国内也看不见 不错 多了 话多了